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自然疗法把过敏性疾病治好 就是不用任何药物的治疗方法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身做自然医学已经十年了 我以前是西医师 我做西医也将近快三十年 以前我曾经在家户病房 外科急诊科麻醉科服务过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一个西医师怎么可能会相信自然医学 会做自然医学呢 这个其实就是要由我本身的一些 得到一些大病说起 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还是当急诊科医师的时候 因为一直熬夜没有睡觉 有一天忽然间发现自己血糖 饭前高到500 饭后高到1000 糖化血色素高到13.5 那后来我吃西药 打一朵素都没有效 大概有好多年的时间 我的血糖一直维持在 400到500之间 那我自己当西医师我很清楚 如果这样下去 我没有办法 这个不会得到洗肾 节肢 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命运 所以我就很紧张了 药物没有效怎么办呢 只好找另外的方法 后来就用到断糖生酮饮食 还有另外我会再谈的这个疗法 把自己整个糖尿病就治疗 没有治疗好 就是under control 就是控制住了 不要用西药来控制 除了血糖之外呢 我自己也曾经过敏 这个也是我差不多有十几 二十年的过敏 一直没好 我当然我会擦肋固醇嘛 食康酒粘都没好 最强的肋固醇还是没好 结果后来也是一个很偶然的 这个意外 就发现了这个方法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找出过敏盐 然后修补这个肠肺肉 就把自己的脚治好了 今天我这个疤痕已经不见了 以前就脚一直痒的 现在脚变得很干净 这样 这个就是我本身过敏的经验 过敏性疾病呢 常常就发生在各个器官 这个是眼睛 这个是眼睛的过敏 像比方说上呼吸道感染啊 打喷嚏啊 流鼻水啊 或者是气喘啊 这些都是过敏性疾病 还有群麻疹也是 这个群麻疹 事实上我另外还有做一个视频 叫做异味性皮肤炎自然疗法 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一段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异味性皮肤炎跟过敏性疾病的疗法是一样的 我这边来看一下 其实异味性皮肤炎就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可是大家都以为只有这个皮肤才会过敏 其实我们身体很多很多器官都会有过敏性的反应 甚至连脑部都会过敏 现在我用皮肤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像这个小朋友 经过五个月 他的异味性皮肤炎就好起来了 这个也是差不多 也是三四个月就好 这个也是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也是异味性皮肤炎 也是过敏性疾病的一种 其实异味性皮肤炎就是一种过敏 我们后面会提到 像这一位 他很多很多年 异味性皮肤炎都没有好 结果我们花三个月就让他全好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 差不多一年多也治好了 这个也是成人很严重的过敏 后来也好了 这个是汗泡疹 他一直流血痒痛 后来也全部治好了 我们讲到过敏 就是要提到免疫系统了 什么叫免疫系统呢 免疫系统就是等于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 保安警察军队等等 这个维持治安的系统 我们身体要对抗这个病毒 霉菌各种毒素 过敏盐污染物 还有寄生虫细菌等等 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免疫系统嘛 我们要讲到免疫系统之前呢 就先来看什么叫肠肉跟肺肉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被保护的非常周密的一个系统 可是呢 人体有两个大漏洞 一个是肠道 一个是呼吸道 我们每天要吃差不多一两公斤的食物 吸这个13.6公斤的空气 所以这个空气中的脏东西 食物里面的脏东西会跑到身体里面 我们来看什么叫肠肉呢 就是说 我们食物里面的蛋白质是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去的 这个是小肠 肠年萌 食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 蛋白质呢 一定要变成氨基酸 这个小的氨基酸才能进来 如果跑到身体里面呢 就会造成过敏 这个是正常 蛋白质不过来 氨基酸过来 如果蛋白质跑过来呢 蛋白质跑过来 就会造成过敏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那肺肉症是什么呢 就是说空气中的猫毛 狗毛 黴菌 蚌 还有一些花粉等等 跑到身体里面就会也会造成过敏 大家来看下面这一段视频 来点科学 一个人躺在加拿大的双人床上 怎么躺都宽敞舒适 不过事实上你并不孤单 因为你的床上少说有二十万只八只脚的超小节肢动物 跟你同床共枕 它是尘蛮 和一根头发的粗细差不多大小 在生物学上 锁出行钢银沉蛮科 它可以在十周内繁殖十七倍以上 并在它三个多月的寿命里排出 并自己皱上两百倍的分辨 这些数不清的排泄物 可以一起进入人体呼吸道 发过敏性疾病 蛮无所不在 我们怎么清都清不干净 所以我们的重点 除了保持环境干燥之外 还是要把自己的肺肉修补好 让蛮进不来 那我们看这一段视频 就是说 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 这个过敏炎 滋病炎会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滋病炎跑进来呢 我们身体就会开始起反抗了 派出这个 APC细胞 这个细胞上面有一种叫TLR系统 它在所谓我们的身体 这个过敏炎或者是致病炎进来 就会被它抓住 那抓住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坏人长得怎么样的 这个情况 通知 细胞核里面的 比如我们这些NFKB 这个 通知以后呢 就把它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NFKB就跑到细胞核里面 跑到细胞核里面 通知我们身体的这个总部 然后它派出这个 一个使者 出来 保卫家园 它跑啊跑 跑到这个细胞 这个外面 细胞膜外面 这个 它已经认得这个坏人是谁了 这个坏人 致病炎进来以后 就被它量身打造了一个陷阱 把它抓住 抓住以后呢 就把它斩首了 大家看这个头还是活的 我们叫 抗炎 这里有这个抗炎 它就把它 推到细胞外面 推到细胞外面 做什么呢 就是说要呼唤 呼唤 那个 T细胞 Tcell过来 这个Tcell过来 然后把这个 致病炎的这个详细的资料 告诉这个Tcell 这个T细胞知道以后呢 得到这个讯号以后 它就开始准备 各种各样的武器 要来对付这个入侵者了 制造武器 最后呢 就制造出 各种的这个武器 这个是B细胞 它会制造抗体 那么这个是肥大细胞 这个是癌症杀手细胞 这个G10细胞等等 那我们今天主要还是集中在这里 这个抗体呢 就是我们淋巴球知道的抗体 就是分成五种了 我们叫GMED 叫GAM 那么这个慢性的占了80% 急性的占大概20% 那其他的量 在正常情况下 非常的微小 那这个武器呢 就佩戴在这个白血球身上 当我们 这个就是抗体 当过敏炎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原色的是过敏炎 我们身体就引爆 把这个组织胺 肥大细胞 把组织胺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所以医生会开抗组织胺给你们 组织胺会引起我们身体痒 所以要抗组织胺 那么前面讲的是第一性反应 现在讲的是第三性免疫反应 第三性慢性免疫反应呢 它是由这个巨石细胞负责的 巨石细胞 它看到这个绿色的过敏炎 把它抓起来 折磨它 大概过了十几个小时 才分泌出这种 叫细胞素 塞多看等等 所以它是慢性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血管 血管里面有红血球 也有白血球 过敏炎跑过来以后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 白血球就会攻击这个过敏炎 这个过敏炎 就好像是你家里来的坏人 你在跟他打起来 就好像警察跟强盗打起来 如果在眼睛打 眼睛就过敏了 气管打就气喘了 这是过敏 在鼻痘这边打 就是鼻痘炎 化膿等等 这个是鼻子 鼻子 鼻子里面有席肉 这个席肉开刀拿出来是这样 那么像这个也是一个过敏 就是说 像这个病人 他是被诊断成这个 自体免疫性循玛疹 结果吃了八年的肋固醇 都没有效 后来我跟他抽血 发现他只是蛮过敏 还有猫毛过敏 因为他都跟猫一起睡觉 他其他没有什么 食物都没有什么过敏 他都是急性过敏 后来我们就用这个自然疗法 帮他治疗以后 差不多几天就好起来了 这个通常都会 就很快就会好起来 像这么一个病人 你看他也是很严重的过敏 他验血出来是牛奶 但过敏 我们刚看到牛奶的时候 不是说你只不能喝牛奶 还要看隐藏性来源 比方说冰淇淋也有牛奶 那个 优落乳也是有奶 还有 起司也是有奶 蛋的话就包括蛋白 这个蛋白 蛋黄 蛋糕 卤蛋 炒蛋 煎蛋 所以这个隐藏性来源 要记得很清楚 像这个人 这个他是 蛋是重度 牛奶是重度 轻度正常 像他只要吃这个正常的食物 过敏的东西不要吃 过了差不多十天 过敏研究 皮肤就好起来了 像这样一个病人 他也是被诊断一种 自体免疫疾病 结果吃了肋固醇 吃了三年 变成这样 我们叫月亮点跟水牛肩 这个鼓起来 都没有好 给我来看的时候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湾 这个常见的十大过敏食物是这样 前面五名是牛奶蛋 小麦黄豆花生 那么这一个人呢 我们跟他抽血病人 发现他牛奶蛋 小麦黄豆都过敏 我们叫武登奖 前面五个都中奖 那么他能吃什么呢 我们就叫他吃这个 正常范围里面的食物 经过差不多35天 这个就差不多快好了 还剩下一点点红点 这样 好你看 这个吃了三年西药 类构醇 Craining MTX免疫之际的人 我们停掉这些西药以后 只要那些东西不吃就好很多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异味性皮肤炎 过敏性疾病自然疗法 治疗成功的关键呢 就是说 第一抽血找出来 看你什么东西 不要接触它 要避开它 所以要阻断过敏炎 然后要修复肠肺肉 最后呢 还要逆转酸性体质 肠肺肉要怎么修补呢 就是说 我们要吃这个 一公斤体重最少要吃到一cc的必须脂肪酸 跟Omega9 就是修补肠肺肉 要用到的炎素 就是必须脂肪酸 那么像这个细胞膜 它是放大是这样 你看我们这个细胞膜 它这个两层都是油脂做的 如果油脂吃不够呢 过敏炎就会跑过来 就会跑过来 这样就造成我们过敏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们都是 油吃不够 好油吃不够 所以 我们治疗过敏 我们的主要处方就是油脂 必须脂肪酸 所以很多人吃第一次饮食 吃到一身病 那么我们这边要来谈说 外胚层过敏性疾病 其实 外胚层过敏性疾病 就包括呼吸道 肠道等等的过敏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妥瑞症 还有过动症 那么怎么会有关联呢 我跟大家介绍 大家就不会觉得很意外 叫做外胚层性过敏性疾病 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体的受精胚胎发炎的过程 这是妈妈的子宫跟卵巢 那么在这里受精 受精的时候呢 千千万万的精子比赛竞争 看谁先跑到这个妈妈的轮里面去 最后呢 有一个得到冠军了 有一个精子得到冠军 所以各位都是冠军 你们都是冠军 第一名 你看这个我们七天的时候 这个胚胎是这样 第一天这样 然后第42天是这样 差不多就是像手指那么大而已 当我们人体差不多 还不到花生米那么大的时候呢 就会演化成外胚层 中胚层跟内胚层 这个外胚层呢 它会凹下来 凹下来呢 外面变成皮肤 里面变成神经 我们来看这一个示范 这张纸 这边是皮肤 这边是外胚层 那么它凹下来 里面就是变成神经 里面变成神经 这个 这个神经管 这边变成脑 这边变成脊椎 这个外面是变成皮肤 所以皮肤跟这个脑跟神经 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我们讲脑漏症 脑漏症 就是说 有人会有脑漏症 当我们过敏炎 跑到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跑到这个 脑里面 脑组织里面 我们叫脑漏 过敏炎跑到脑里面哦 过敏炎跑到脑里面呢 跑到这里 跑到这里 因为我们的脑 每一块脑都管不同的区域嘛 那通常都会跑到这个 这里管运动的脑 它就会产生脱锐症 所以说 儿童少年的神经精神疾病里面呢 跟这个 过敏 最有关的就是过冻跟脱锐 这个是我十年来的这个经验 就是说 很多这个 脱锐跟过冻 跟这个过敏的关系最强 大家来看看 什么叫做脱锐呢 Tex 也有地方叫抽动症 脱锐症就是像这样 它头 无缘无故在摇 为什么 不是他摇了以后呢 这个脑坡才出来哦 是因为他有一场脑坡 他才在摇头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像这样 现在他本来 你看他头摇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有一场脑坡嘛 在这边呢 头摇两下 等一下 你看他头摇两下 因为他两边都有 异常脑坡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过敏 你看 两边都有脑坡 这个也是脱锐症 脱锐症 他一直这样 一直在动 那么偶尔像这样 都是异常脑坡 只有这样的脑坡是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这些都是异常的脑坡 那么这个是声音 跟这个动作型 混合型的这个脱锐症 你看他脑坡也是很强烈 很强的脑坡 像这个 常常在很大声的在狂叫 这个也是脱锐症 这个脱锐症就是 比较轻微一点 好像在眨眼一样 我们跟他抽血发现 他是牛奶蛋过敏 小麦黄豆花生过敏 也是五灯奖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过敏 那么这个过敏 跑到脑部去呢 去脑部导弹 攻击我们的脑细胞了 刚好这个过敏也跑到这里 这里是管脑的这个 叫voluntory motor function 就是随意机运动的脑 这里的脑细胞呢 受伤 受伤以后呢 脑细胞就喊救命救命救命 放出这个高频的救命脑坡 刚好这个脑坡呢 就是由这个地方放出来的 所以他就一直眨眼了 那么我们治疗的方式 就是说避开刚才那些不能吃的过敏炎 然后用我们后面讲的吃油脂 用水电解气等等 把它治疗 过一段时间 他的过敏炎消失了 通常是几个星期的时间 过敏炎就好 他的这个脑锐就好起来了 好 可是大家不要以为身体乱动的就是 妥瑞 像这个是舞蹈症 他不是过敏 你看他脑坡也是非常非常的异常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 这个是巴金森 这个不是妥瑞 不要误会 那么 这个是 颠弦 我本身创立了脑坡之地神经医学院 我专门在脑研究这个脑坡跟智力神经的 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 你看他 这个叫做 实际意识的 我们叫做癫痫 他休息了一下下 再过几分钟 他又抽筋了第二次 抽续了第二次 你看 当他抽筋了 这个有实际意识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妥瑞 这个是癫痫 这样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妥瑞的话 你就可以搜寻这个妥瑞自然疗法 YouTube 搜寻就可以看到 或者是你打王群光自然诊所 就可以点进去妥瑞 就可以详细的看 另外呢 我们要来介绍这个过动症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也叫做ADHD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来的话说 眼睛痒 打汗 常常流鼻水 胶地长四疹 异味性皮肤炎 可是呢 我注意到他非常非常的过动 他到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停不下来 我没有一秒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吵啊 闹啊 叫啊 停不下来 还要挖 还要这个 拉我的衣服 脱我的鞋子 脱鞋 一直在动 摇我的椅子 想要把我的电脑扳倒 所以非常非常的麻烦 好 我们跟他称老婆是这样 大家看这个脑婆 你可能搞不清楚 他有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可是哈 你看他后来的脑婆 你一比较 你就知道 这个是异常脑婆了 好 我们跟他咽血 也发现好多好多过敏 好 这些东西哈 东西都不能吃的就不要吃 要怎么治疗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好 五个月变这样 你看 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正常脑婆嘛 这个叫做异常嘛 这么多异常的beta波 beta波就是13个赫兮以上的脑婆 要动个不停啊 他最后两个月后 过来门诊的时候 他第一次来是5月15号 第二次来是7月10号嘛 他就非常乖咯 只是话比较多而已 还会跟我说 医师阿伯你好 很乖很乖 讲话很温和 不再闹了 起初他妈妈说 我问他妈妈说 你小孩子有没有 刚出诊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闹啊 他说不会啊 还好啊 比较活泼一点而已吧 我问他在幼稚园 会不会常常 在肯坐在教室里 他说不可能吧 他说他里面都是到处跑的 他说 这个小孩子不都这样吗 因为他只有一个小孩子嘛 他不知道 没有跟别人比较过 他以为那个是正常 事实上是非常的不正常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过动的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 他是在一个很小的学校 一百多个人的学校 他一直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 暴怒 经常要打人 推人 看到人就推 所以学校没有人没被他打过 是一个学校的头痛人物 看过身心科 私利他人 什么都没有效 那么我们刚才咽血 就发现他 也是牛奶蛋 小麦黄豆花生 也是五灯奖 大部分人都是中了五灯奖 经过 他的也是有肠肉脑肉 不过他的肠肉 他的这个脑肉呢 他去的部位 过敏的部位不是在管神经的 管这个随意记的 他是管情绪的脑 所以他变成过动 那么第一次呢 7月1号的时候 他的脑膀是这样 后来他就没有复诊 就照我们的方法治疗 结果过了 因为他是住在离岛了 很远的地方 不方便 就变成这样 结果呢 我问他 有没有好一点呢 他说 他已经全好了 你看他的脑膀 就过动的脑膀 全部都不见了嘛 是他的老师带他来 他的老师说 现在在学校里面 不但不打人 不骂人 脾气也变好了 上课也不捣蛋了 由这个人人头痛的血生 还变成模范生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过动药治疗 绝对不是乱胎药给他吃 也不是说管教就好了 管教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把过敏盐找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发现说 根据我过去十年来的经验 我就发现过敏异微性皮膚炎 过动土锐是同一种的 是同一种的 我发现过敏 异微性皮肤炎 过动土锐 是同一种的疾病 都是属于外胚层过敏 那么外胚层过敏 他这个治疗 包括皮肤病 过敏 异微性皮肤炎 过动土锐 质疑力 差不多可以达到99%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过动症 怎么治疗 你也可以搜寻 这个过动症自然疗法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或者是搜寻这个 亡情亡自然诊所 也可以看到这个过动的自然疗法 那么我们有时候还会碰到说 就是说 很顽固的 外胚层疾病 就是说 奇怪 怎么别人都会好 那他不会好呢 我们就顽固性的 或者妥瑞 过动 或者是 异味性皮肤炎 怎么治都不会好 那么你就要看他 有没有酸性体质 其实说 看他有没有脑细胞 或者全身细胞 酸跟 自由基中毒 那么怎么样 判人有没有酸性体质呢 怎么判断呢 就是说 要看到的尿 那么因为 在1931年 就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叫做Dr. Otto Warburg 他说 细胞内酸中毒 会引起很多很多很多的疾病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脑 人 人的废弃物 是要被排住身体外面的 人 一个立腺体就有 一个细胞 有1000个立腺体 一部车有一个引擎 立腺体就是 我们细胞的引擎嘛 那么我们如果吃东西下来 如果没有被消化的话 就被排掉嘛 就对人比较不会有影响 叫做大便 那么吸进来呢 进入代谢以后呢 就会排到旁 大部分进入膀胱排出 所以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就是要有垃圾 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酸 所以呢 在化学上中性是7 那么我们的尿一定要酸的 尿一定要低过5.5 ph5.5 那么如果你的尿不够酸的话 身体就酸中毒了 所以我们细胞外面要维持 7.35到7.45 细胞里面要维持7.2的 这个偏碱的酸碱度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好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尿 如果他的尿里面呢 不够酸的话 就是说尿本来就是有碱性跟酸性的物质嘛 可是酸性居多嘛 所以我们的尿一定要是酸的 好 有些人 他的尿不是 5 不是5.5以下 而是7啊 8啊 9啊 10啊 那么 酸跑去哪里呢 应该有的酸不见了嘛 跑到哪里 跑到他的身体里面 就是跑到细胞里面 这种我们叫做细胞内酸中毒 细胞内酸中毒的人 自由基也就是会中毒了 好 那自由基也是可以吃两刀哦 你把你的尿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 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颜色 当然 这个红色的话 自由基很多嘛 好 白色的话 自由基就很少 像这边有位小朋友 才4岁 你看他的尿是7 我们就说 哇 他有细胞内酸中毒 自由基中毒 好 你看 我们给他吸这个水电解清氧气 以后 他的水 他的尿就变成5.5了 他的自由基也4变7就排出来了 尿变酸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那么他本身就是有EVC 有过敏 有这个呼吸道过敏 还有过动 还有妥瑞 各种毛病 那么 你看他 这个毒排出来以后呢 身体就 这个脑泼就变好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矫正 这个细胞内 过多的酸跟自由基呢 根据这个另外一个诺贝亚奖得主 1953年的 诺贝亚奖得主 CREB 他发明这个克氏循环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吸道会自己产生水 在立腺里面会自己 代谢葡萄糖跟脂肪酸 把葡萄糖跟脂肪酸的氢 拿来制造水 把这个吸变成二氧汤放出来 这个就是克氏循环 克氏循环呢 在正常情况下就会制造出水 H2O跟能量 ATP 这个就是ATP跟水合成 好 在有些不正常的情况下呢 就会产生这个水的半成品 OH我们叫做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就会伤害我们身体 比方说 这个自由基如果太多的话 它缺乏一个电子嘛 就会抢我们身体里面 内模拟上面的电子 造成我们的这个细胞 细胞里面的这个立腺体的漏电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要排酸呢 要排自由基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水了 可是不是叫你去喝水 而是你要把水吸进来 可是水吸进来会降到啊 那我们就是另外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电解 或者用离子交换 把它变成氢跟氧气体 用把水变成气体再吸进来 解离分成氢跟氧吸进来 到了细胞里面又变成水 变成水 它就 这个本来细胞干憋憋的 没有水排不出这个脏东西 吸了氢以后呢 水电解气以后就变成有水 细胞里面很多水就把东西排出来 酸就排出来了 像这个人也是这样 像这么一个干险的病人 他十几岁 十二岁就开始干险 长到三十五岁还全身亏烂 他 体验了这个氢氧气以后 你看他尿是疤 有没有看到 尿是疤 他很生气 他说我本来没有自由基的 怎么你们把我搞到很多自由基 我们的护士被骂了 我是跟他说 你看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你的垃圾桶没有垃圾 我们帮你把垃圾丢出来 帮你洗厕所洗干净了 不好吗 他真的就了解 你看八变七变酸了 自由基一变十 这个就是我很典型的 像这个人也是一样 你看 他的尿是八 是九 后来变八 这个变六 也是变 这个自由基本来没有的 老来变成有了 更浓了 然后又变淡了 快要排光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 大家就说 那我们不是用可以 用这样来治病吗 其实在台湾 你千万千万不要说 用氢可以治病 因为这个是违法的 可是你在日本 你就可以这样说 因为2016年12月1号开始 日本把这个氢 列为医疗气体 在他们的急诊室 加护病房 这个 加护病房 急诊室 病房都可以用氢 当作是这个医疗气体 他们全国都在用 可是台湾还不能用 台湾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用 我们无法无法了解 可是在台湾 你要千万小心 你在台湾不能够说 氢有疗效 那是违法的 会被罚款 你的机器会被没收 它的最高罚则就是 罚60万 大家非常要了解 氢在台湾 我们只能够说 水电解气能够用来保健养生 不可以用说治疗 你只有在日本 在这个先进国家 才可以这样讲 在台湾是不能讲的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 用怎么样排酸呢 你可以搜寻这个黄色的字 就可以看到YouTube 就可以搜寻到 或者进入这个 我的王群光自然诊所的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了 很详细的讲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说 我本身也成立了一个台湾 亲戚研究应用推广学会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一种正规的 合法的管道 来去推广 希望台湾的人 也能够像日本一样先进 能够用亲也把它当成医疗气体 这个在还没有当医疗气体之前 我们一定要遵守台湾的法律 不可以说亲有疗效 只能说它有保健的效果 这样跟大家提醒一下 谢谢